小生猪一错题 第一题盘子里有一些鱼肉 鱼肉作为肉类名词的话 它属于不可数名词 那么不可数名词 必动词要用A字 第二题盘子里面有两条鱼 注意两条鱼 两条是负数形式 必动词要用A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鱼的数量来说的话 它的单数和负数都是FISH 属于单负同行 第三题盘子里有两种鱼 作为鱼的种类来讲的话 首先两种鱼 鱼的种类是负数 它的负数形式是 加上ESFISH 那么两种鱼 那么是负数的话 必动词要用A 来我们一起来总议一下 FISH的用法 它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作为鱼肉 作为肉类来讲的话 它属于不可数名词 第二种作为鱼的数量 一条鱼两条鱼来讲的话 它的单数和负数 单数是FISH 负数同样的还是FISH 属于单负同行的 长得一样 那么第三种情况 作为鱼的种类来讲的话 首先单数是FISH 那么负数形式呢 需要后面加一个ESFISHES 你都学会了吗 点赞加关注 那么多猜客 相同的一个ESFISHES 那么多猜客 应该是FISHES